嗨 大家 从来没有凌晨5点钟 跟我领导一起坐飞机过 今天早上我们去北加州参加一个会议 看这特殊的时刻 我特殊的对待 墨镜都不戴了 诶 怎么又戴墨镜 戴了 都戴在兜里了 只是疲倦了 不想再用我这个标志性的 墨镜开场白对待大家了 那是因为天比 黑 看不见你眼睛小 特殊酸 装上 今天就是 一吃呢 因为是单日往返的旅行 所以我们什么也没带 然后也比较放松 结果进到机场里面才发现 我的手机忘在车上了 我又一个人跑自己拿手机 差也没赶上航班 不还好 没有大问题 我们这次坐着一个很小的飞机 阿拉斯加航空的 领导定的 然后居然把我们分拍到最后一排位置上 因为我们 不是最后一排的最后两个位置 哈哈哈 待会旧金山见了朋友们 到旧金山机场了 这次空中飞行 感觉之前开车来开会 完全是错误 起飞还没多久就下降了 就到了 我老婆打了个盹说 这么快 我们之前开车 堵车你知道吗 这还没出洛杉矶 都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比如说我们12点出发 都已经两点钟了 我们还在洛杉矶 所以下一次再来 旧金山开会 只要不带孩子 不是全家出行 我们可能就完全不会考虑开车了 坐飞机蛮好的 就在耳王机场 你的新的名字被人夸了 说阿果 旧名字 旧的名字 比A名又好多了 可能你的微信名字 你也可以赶回来 那不是不international吗 哈哈 冷不冷 有没有感觉到来自北加的寒意 那你戴个外套你还不戴 我觉得我已经穿长袖了 应该不冷了 我们在机场里面 一时之间没有找到坐Uber的地方 所以就打了个出租车 然后出租车比Uber 当会议这个酒店要多100块钱 出租车大概是160块钱 Uber我看了一下是66块钱 哼 打了个车过来 加小费200块钱 比机票还贵 是的 而且它那个里程表上面 就显示是99块钱 然后不知道它是怎么算 算到了160 没有人家那个告示上面 直接说了 这是out of town out of town 就要计算那个表上的 1.5倍的价格 1.5倍的价格 表上是99 1.5倍就150块钱 然后再加小费 然后就100 后来给了195 已经比机票贵了 是的 出租车贵又比机票还贵 他今天可能就这一单 到了舟车劳顿 终于到会场 我们这个会是一个 纯mindset的会议 mindset就是思维模式 怎么样去更新我们的思维模式 这样一个会议 我们不讲市场 也不讲具体的案例 也不讲技巧 就是纯粹的去建立你一个正确的思考的模式 那我想分享给大家和 我昨天其实跟Sorina讲过 我说 思维模式非常非常重要 类似于先有机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就是你先要有正确的思维模式 才会对应的推动你去做出正确的动作 产生你想要的结果 而不是你先到了那个结果 才反馈给你自己建立这个模式 比如说 你想要做一个千万亿万地产经济 你要先有这个思维模式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到达这样的结果 而不是说 等我做到了那个level 我再去这样想事情 都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很重视这种mindset的这种会议 上一次在洛杉矶很近 在Hondland Beach 我就直接参加了 这次在北加州 我觉得我还是要来参加 下一次可能会是在Hawaii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去 每一次来都收获很多 待会听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想法idea 再跟大家share 沿着 学到了太多太多东西 不过我觉得最有价值的 今天不是我学到的东西 是我们家领导学的东西 有没有很震撼 这一屋子坐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看着我 不是 听着我就感觉 我晚上都不想睡觉了 觉得我没有时间 这一屋子坐的人 我觉得是用聪明绝顶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他们不能说用聪明吧 这种词来形容 而是他们真的很用心 很用心 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 当然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扣一个事情 扣得非常细节 非常透彻 而且每一个人 好像做事情的方法都不一样 像我是做社交媒体 很少有人做社交媒体 他们都做什么open house 什么网上的review 社区的这些farming 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都share自己的story 还有做realesed planner 你知道我这个发型 讲得像这么变成这样 就是有财务规划师 这里面也有地产规划师 帮你去规划你的资产等等 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unique 这些人在一起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从互相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每六个月一次 这叫亿万经济俱乐部会议 就是你要年销售额在一亿美金上才能参加的 非常小的一个会议 但是非常有价值 今天占你的光来了 你也是亿万经济啊 我们还好我们昨天刚刚到达了本年度的一亿美金销售额 如果真的卖不到的话 明年就没办法参加会议了 丢人 然后说明年见 然后就以明年没有了 Where's Philly He's out 可能是这种单日的往返太匆忙了 我们还没有很多的经验 今天一天一直在搞drama的事情 早上五点多钟我们起来 然后把车停在那个耳丸的机场外面 我的手机就忘在车里面了 我已经过了 安检完了 我已经安检完了 我就回去拿 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不起 第二件事情 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我的手机掉到车座位的夹缝里面了 我跟我老婆还有那个车车司机三个人 撅着屁股弄了半天 把手机从车里面搞出来的 第三件事情 大家看一下 安检的时候 我老婆心爱的波波 这一个黑色的印子 安检的那个什么皮带上面 传送带里面 卡住了 然后拼命的在转 我都觉得要磨破了 你知道吗 我大声的喊 我说可不可以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之后 把它给很用力的拽出来 不过这里我看得出来 你们这种所谓的什么 这叫什么皮 我这是什么皮来讲 牛皮还是牛皮 Togo皮 真的很结实 那个机器在那里转转转 鸡鸡鸡鸡鸡起了半天 我以为已经破了你知道吗 我远远的看到我老婆的脸色都已经变了 我已经变了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包会从那个篮子里面跑出来 好奇怪 但他把它拔出来 我一看完好无损 一点痕迹都没有 这叫没有痕迹吗 没有 这是脏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擦掉 这是脏的 这不是破的 你看这里 这都是脏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 这个不是这次弄的 就是这边的是的 我觉得汉马斯的包卖的贵还是有原因的 这个皮质量真的很好 对 一般的皮早就 早就破了 像奈儿的小羊皮 对 现在就 现在就期望我们安全顺利 平安到家 对吧 你们东西 刚才我下车的时候就说 你买手机给我吧 我上一次参加完这种 伊万经济俱乐部之后 做了一期视频去分享一些非常 detail的 好像十个点吧 这种mindset 我看了一下数据 我那集视频的表现并不好 也就是说我大部分观众 其实并不太在意具体的 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先不去说会议上的很具体的 这些我们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idea 但我想做一个宣告 我的团队现在还不是加州最强的团队 我们现在加州差不多前十名 十二名的样子 在南加州可能是前五名 但是在三年之内 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团队做到至少是南加州第一名 怎么样做到的 今天就是一个奠基 今天我在会议上学到的一些东西 会帮助我实现三年之后的那个目标 所以今天的视频标题我会做一个宣告 南加州Keller Williams的No.1 Team 是怎么样建成的 就是today 在我老婆的帮助下 在我老婆的帮助下 我的观念是作为一个团队的leader 我应当想要去降低我自己的产量 但是让更多的优秀的agent进来到我的团队 产生更多的交易 然后我从每一笔交易上分取一些小小的收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最后一个会议的议题是你自己的产量在整个团队中的占比越低越好 我现在是那个团队里面最高的 我们去年卖了1.5亿 我自己差不多做了一个亿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一个亿 我差不多做5300万 但是他们比较好的team 那个team leader只做30% 20%甚至15%更低 然后我们明年的目标是说怎么样让team leader做zero production 就是team leader完全不做transaction 就是所有的团队每个人都很productive 那team leader 实现你一天在家坐着我吹奔波的这个场景 没有啊对我来说我就是marketing嘛 对 我market我整个team然后market我们的品牌 但是我自己可以不做transaction的 对吧 我只要让大家服务的质量 让大家trade客人的方式跟我一样就好 会比你更好 我觉得比我好 其实我不是特别会擅长处理这种小细节的人 对 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special的一天 是我们团队转型的一个奠基日 对吧 对 由你来完全不一样了啊 以下就转型了革命了 这么说不好意思呀老板 直接掉我身上了 就是 他可能这样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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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就画下来了 这是今天的第几件交换的事情 今天服役成我我出 出门没有看皇帝今天服役出现 服役出现 服役出现 今天这是怎么样的一天啊 这是 不知道 早上天黑的时候过来的 晚上天黑了回到家 一天之内往返北加州 收获满满 然后也突然想孩子们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带小宝宝宝 赶紧回家带孩子了 对 一边我们的梦想去建造我们的No.1 team 一边想回家暴亡 哈哈 都很强烈的反差 Hello Hello 你见面见面了 Oh No No